氹智äng 欢迎收看第二集的英明天下 我是主持人Yanny 身边的 Ingham神武风水大师 王英师傅 师傅好 大家好 师傅 我们年初一讲了我们把龙蛎马 今天我们讲英骋 属羊的朋友今年是犯太歲的 今年預料了劫財星 換句話說是亡來亡去 就比較走動多了 亡來亡去一場空 還會招惹了有口舌之災 還有一些不太吉利的事情 會發生在屬羊的朋友身邊 例如? 不吉利的事情很多 比如說壞話 或者說得不好聽 很可憐 或者腳踩得很可憐 這樣的情況下 在緣分方面來說 機緣巧合都會少了 好的機緣巧合 所以屬羊來說 今年范太歲看來都要洗牙 好像你所說 洗牙、捐血、驗身 都可以破除了這些衰氣 但是我提議最好 就帶回一條黑耀石的手鏈 會較為黨災是比較好些 還要奉獻屬羊的你 朋友千萬不要去賭博 因為今年是輸多贏少的 如果你說作為投資 各方面更加不適宜了 所以今年屬羊的朋友 我提議就是安分守己比較好些 安分守己做一個小綿羊的一年 對 否則你會招惹了 我們俗稱的捲蝕星 就是是非星 如果招惹到是非星 感情、人緣方面 你講到感情方面 就容易跟上司產生了矛盾 意見分歧 只要你學會忍耐的話 或者跟你的異性朋友忍耐的話 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最弊你的性格 要不發作出來 一發作出來 跟上司之間 或者是你的異性朋友 就產生了沒有什麼必要的磨擦 所以就不太好 影響感情的 那是不是要一忍再忍 忍無可忍 從頭再忍 要忍 不要忍無可忍 忍一年之後就可以了 好 那他們的事業運和財運 事業運方面 有一個捲蝕星 就是是非星 影響了你的工作 影響了你 由於是非干擾了你的情緒 影響了你的思維 所以你要是 做事的時候專心一點 不要被是非困擾你 相信你都會很容易安然度過的 是非來說 如果你理它的話 反而要影響了你的事業 所以事方面 今年是不看好的 最重要的是 安分守己 不理是非 你的事就會好 如果你理會是非 就不會好 至於財運方面 都不錯的 有一個叫做福德星 和天德星 財運變成有得有失 即是有時好 有時壞 所以就是 全年屬羊的朋友 是財運不穩定的 是不穩定的 即是我們說上上落落的 所以就不適宜去賭博 不適宜去投資 就是這個意思了 應該都沒有什麼偏財運 沒有什麼建議 反而我的提議就是 健康方面 就特別要小心 屬羊的你 今年就有一個叫做 搞殺星 令到你的健康方面出了問題 所以有病 就是那句話 有病 病向淺中醫 對屬羊的來說 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提議 屬羊的朋友 今年要小心 健康方面的問題 多做一點點運動 好 那師傅 我們馬上來看他們 由晶月到十二月的運程 大家就收藏他 這個屬羊的朋友 屬羊的朋友 在農曆的晶月 就小心 有個官非星是無厘頭的 走到你身邊 這個官非星 就是你可能幫人 又或者是被人誤會的情況下 導成的 或者舉一個例 比如你開車 警察叔叔說你沒有停過 或是沒有停馬線 這個就誤會了 其實你有停 不過是停得很少時間 這樣解釋 你是有停度 但是沒有停超過他 叫兩秒 或者三秒的時間 這個就可能會有一個無厘頭的告票 所以小心點 再加上就是 有德有失的情況下 所以在工作方面 你可以去搏 那在財運方面 我們說的有德有失 是不是那麼好的 這個本月份 有個喜時喜神 喜月的升 令到你逢空化吉 所以都不需要那麼擔心 二月份 就是三合升到了 所以你就算在晶月 靈了也好 在農曆的二月 你都會很順利去解決問題 所以熟陽的 你都不需要那麼擔心 求學的朋友更加正 有進步 但是進步了 不要驕傲 不然你會跌下來 我們俗稱叫吉空參半 變成沒有進步了 拖累了 一好成績就不要驕傲 繼續努力 我相信你會達標 欠序一點 是的 農曆三月 叫吉空參半 一樣一半 一樣一半 所以四月份 就有利文職和求學人士 就是一個比較 很有優先 或者我們說 比較優利的條件 就是我們說 做出來有成績 一句話 說了 農曆四月 五月叫得心應手月 得心應手 你做什麼都好 都是予以稱職的 有利和別人合作 這個月 我特別覺得你可以和別人合作 是非常之有利的 為什麼呢 合作的人 是分分鐘帶起你的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他更加熟 馬的話 更加對你有利 農曆六月 這個時事都是順利的 但你小心 在順利之中 有陷阱你會跌下去的 希望你不要太驕傲就可以了 那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七月就有一點麻煩了 有一個叫孤寡星 孤神星 那這個孤寡 孤神星呢 相處了 就會令到你 沒有朋友去幫你的 所以你做什麼都好 你想找個朋友去掃一些 冤屈氣 伸一些 樹葉落地下都伸不到的 是不行的 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所以你預了這個月份 是孤零零一個因的 那你找人投訴也沒有辦法的 到八月行不行呢 八月呢 就空多吉小的 那就是說 雖然有解神 你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都是空多吉小 所以望你可以冷靜 努力 利用你羊那個 一往的精神 去慢慢 自然化解了 就是不怕氣餒 忍耐 忍耐 忍耐不但還要求進 那你才會化解到的 龍力的九月 這個就 月逢了小型 營的意思就是說 凡是有營黑 是代表有血光之災 是代表見血的 所以這個月份 我提議不要四處走 尤其是去旅行 其他地方不要四處走 日本就更加不要去 是不是 那就廢遲靈夜 那我們俗稱這個月份 紀遠行 紀遠行的 熟陽的朋友 十月開始順利了 那就是說 見到曙光 開始康復了 但是順利得來 就是我提議 盡量少去夜街 原來熟陽的你 在農曆的十月 我們廣東人說 勇而撞鬼的一個月 所以最好就不要去夜街 那你有什麼 就早點回家 那些已婚人士就開心了 那些太太 老公早點回來 不要只顧著她打麻雀 不要去泡 不要卡拉OK 多多藉口 早點回家 因為陰邪的東西 就是看你的時運高 當然是不會中 但是每隻羊 都有機會有時運低 那你是不是那個時運低那個 那你就碰到了 那可能會碰到什麼情況 我就不知道 各有各的因果 十一月 這個月逢 就是我講 有一個叫做死符 這個死符 就由於你在十月領了夜 令到你在十一月 出現了很多空險的情況 包括性命 危險 健康 或者你的財運 種種的情況 令到你是非常之不安的 這個十一月份 到十二月份 這個月叫做 我們講的丁財商破月 十二月份 所以連續 由這個十月開始 十月十一十二開始 是當刻的了 所以宿揚的朋友 就真的要小心點 十二月份叫做丁財商破月 就一切買賣的 就是投資股票 賭錢 賭博 發展大計 投資新公司 全部要割錢 要到另外一年才再割 師傅聽起來 他們年頭上算平穩 而到了十月之後 運程開始就下跌了 尤其是年尾三個月 十一十二三個月 特別要小心 所以熟養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多謝師傅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會有熟喉的生肖運程講解 我們一會見 稍後見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英明天下 師傅我們剛剛講完熟養的朋友 到熟喉的朋友 熟喉子的朋友 今年真是好鬼死正的 好鬼死正 我們講的叫魚得水 所以在今年來說 熟喉的只要你少少努力 你又得到很大的成果 所以熟喉的朋友 今年 尤其是在讀書方面 平時好鬼死差的那些 都有小成的 即是說 明明先生給你四顆星 可能給你五顆星 舉例 比如給你是A 他突然給你A加 那個先生突然間 就好像疼你多了 但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小心什麼呢 就是最主要有一個白虎星 就是隔壁的眼紅 就捉你背部 尤其是作為官場上 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就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原來你今年 是很容易做了岳飛的替身 被人捉背部 所以因為你太厲害了 太瘋狂過武了 所以就是今年有一個叫官災 官災即是官飛星 就跑到你身上 所以 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牙刷 不要驕傲 總之如魚得水就算數 自己心裡笑出來就可以了 就不要在人面前 卡卡聲一笑 否則別人以為你這麼年輕 還黏了線 是不是 本年有個三合星 令到你一切都化解到那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在修成方面來說 熟喉的基本上 今年是非常之正的 我記得師傅上一年說了 熟喉有個紫微星已經是超級好的 今年又超級好 真是妒忌他們 是 所以熟喉兩年都是很好的 我們看看他們的人員運 和事業會怎樣 人員運方面 今年談婚論嫁 是一個好事年 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你還是單身的話 看來你也要努力一點 你會有成功的機會非常之高 已婚者 今年就不用這麼努力了 否則你會招惹了一些 爛鬼的桃花在身邊 所以熟喉的你 感情方面 基本上都是穩定的 是沒有問題的 事方面 就會得到上司 和同事之間 對你的愛戴 但是有個別的人士 對你產生了意見分歧的 那就是說 兩個董事長 有一個對你不好 一個對你好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有個白虎星影響了你的 所以盡量和同事之間的關係 搞好一點 那你應該是迎刃而上的 愚難情長的 所以不用緊張 那他們的這個財運和健康呢 財運因為剛才說了 有個叫白虎星 所以今年賺到錢的朋友 都會容易破財的 這個財能破過的 那我也教了你了 如果要破財 當然乾脆拿筆錢 去買一些心儀的物品 那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有三合星 令到你得益 但是呢 最好就是自己 能夠買一些心儀的物品 安慰一下自己的努力 那對你是非常之好的 反而最後有一件事 我要提一下 熟悉的物品 你不要千萬大意 喝了酒不要炸車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今年有血缸之災的 那這個血缸之災 是什麼血缸之災呢 多數和劇烈運動 和喝了酒之後造成的受傷 劇烈運動 什麼叫劇烈呢 就是跑步啊 爬山啊 就是比較高危一點的爬山 笨豬跳啊 那些真的笨豬仔跳 那你自己決定了 那這個血缸之災呢 就真是可面則面了 熟悉的 基本上身體都是挺好的 但是今年呢 就受傷的機會都是偏高的 所以小心一點 好 那師傅 不如我們看看他們 從蒸月到年底 看看他們的這個血缸之災呢 是哪個月份 好啊 熟悉的朋友呢 今年在蒸月來說呢 就叫做盧碌奔波月 整個蒸月都走來走去的 走動多了個月份 但是不適而亂投資 所以要小心一點 二月份呢 就有少少輕微的阻力 但是不影響熟悉的發展 三月份呢 是順利月 還有機會呢 好運上升 那麼這個三月是不錯的 農曆四月呢 貴人得力月 財運事方面呢 充滿了發揮發展的機會的 所以熟悉的朋友呢 基本上由四月開始 就是非常之好的了 但是要小心一點 去到五月的話呢 雖然你都很平穩 很有提升的個人的氣數 但是呢 這個月份呢 如果大意的話呢 可能你會出錯的 做事 所以要小心一點 六月份呢 就是留意一下自己的健康 或者未婚的男女呢 是異性緣方面呢 是突然間加強了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未婚的熟後的朋友 這個六月份呢 就要打著的眼了 就不要眼睛睛地看得緊了 你的伴侶 總之 用於出擊 有人走到身邊 是異性的朋友 有機會 你是追到他的 農曆的七月呢 是叫做辛苦月 或者叫做辛勞月 但是呢 就是又叫做平穩月 你辛苦得來呢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就是平穩的 八月呢 就有一點點事情呢 是困身的 困身的意思 就是說 你想做那樣東西 未必立刻做到 要等一會 或者要是遲一點點 才能解決到問題的 那麼相對來說呢 有貴人去自動 獻身 是幫你做好的 所以 屬候的朋友 都不錯的 到農曆的九月呢 這個月呢 就叫做 親力親為的月的 多些人幫忙都不行的 小心處理啦 總之一切 減輕你的損失 就要親力親為了 如果你大意的話呢 簽錯文件呢 你會損失的 金錢損失 好了 剛才你問哪個月份去受傷呢 就是農曆的十月了 這個救力的十月呢 容易受傷月 又是一個非常之多勞而少得的月 就是說你做多些 但是效果 不達到你的達標 不達到你的理想 還兼會有受傷 所以這個農曆的十月呢 是不適宜外遊的 不適宜外遊 以及不適宜喝酒加駕駛 要不然呢 你將會有ticket 輕的就是ticket 重的就是有交通的意外 十一月呢 這個月份呢 是提升了你個人的能量 能力 是將你的衰氣 煤氣 全部打走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把握得好的話呢 你迎接了新的事物 新的事業 新的動力的到來 令到你有大有發展的機會 到十二月呢 叫做皮極泰來 財運 事業 極之好的月份 有利發展 得財 事業有成 更令你很開心的事情呢 經常在你的身邊發生 那你很好把握了 迎接明年的新的一個好年 嗯 那聽起來呢 就是除了十月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時間呢 都是非常之好 其實十月是最危險的一個月 其他都要注意 不要喝酒開車 嗯 要不然呢 你太高興的話呢 就龍咬反絕的 好 這個就是最不好的月份 好 多謝師傅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會有熟雞的這個生肖的預測 我們下一節見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英明天下 師傅 我們剛剛就說到熟猴的這個生肖 那就到熟雞了 沒錯 熟雞的朋友呢 今年呢 就真是好死正 去年呢 就犯太歲 就沖太歲 就沖到你頭暈眼花 今年呢 熟雞的朋友呢 混走正印 正印的意思代表你是大權在握 一鳴驚人 有機會還要登台敗仗 意思呢 如果你是做官的話呢 今年就有升職了 升官發財了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話呢 你還有大權在握的意思 就是代表你有升到最高的位置 或者是有控制權利的位置 就算你是一個Manager級都好 都會升到很高的位置 所以今年熟雞的朋友呢 就要打醒十二份精神 就不要出錯 如果不是影響了你升職的 但是有些事情 對熟雞的朋友 今年呢 就影響大小小的 就有 為之做事呢 有些傷神 傷神呢 就變成了你呢 人呢 有些少少小患 患得患失的 那所以呢 熟雞的人呢 雖然你是 很努力去爭取 但是由於你的心神不安定的話呢 就導致了大打折扣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年呢 這個我們講的天危星 天危星呢 和暴霸的影響呢 令到熟雞的你呢 千萬不要驕傲 千萬不要大意 就可以了 再加上呢 有一顆叫做 很漂亮的龍德星 龍德星呢 今年呢 對你來說 熟雞的朋友呢 就是 吉多胸小 吉多胸小 即是那些胸的東西呢 影響不到你了 即是你這個人呢 吉氣就提升了 雖氣是腳板底過的 所以你當沒有料到就算了 不要理他 那再加上呢 今年呢 那個 吉星這麼多的情況下呢 我都是 沉起講多一次 不能夠太驕傲 要不然你就會 先胸後吉的了 那這個就是熟雞的朋友的 嗯 平身都是 紅運當頭一名驚人 不錯不錯 熟雞的 嗯 那我想他們的這個 人緣運應該都是 一樣不錯吧 感情運 人緣運 今年桃花呢 就比較弱了一點 好 反而弱了的 事業運反而強了 那麼桃花呢 就如果你未嫁 或者是未娶的朋友呢 今年就打了心機去賺錢 算了 嗯 那你說事業運方面呢 就有一點吃虧了 什麼吃虧呢 原來你要比平常的工作量呢 是加多了一倍 才得到上司的認同的 那所以 以努力去取勝 不怕辛苦 所以熟雞的朋友 今年呢 就以努力取勝為主 嗯 那既然他們這麼努力了 這樣應該這個 這個財運都應該 普為何觀 財運真的不錯 財運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呢 就要避免了 投資的風險了 就是如果你去買股票的話呢 我是不看好的 你今年呢 可能會損手爛腳 如果你賭博的話呢 你更加會損手爛腳 那所以我提議呢 最好多做些善事呢 人家一善黨三災呢 熟雞的你來講呢 財運應該都很平穩的 嗯 多做善事 那最後啦 那他們的健康運程又會怎樣呢 那健康因為有個天危星的關係呢 會影響到你呢 就有少少我們講的 氣管感染了 因為熟雞的你呢 平時你的氣管都不是那麼好的 再加上今年呢 就有個天危星 令到你呢 會容易有咳嗽 就我們俗稱叫百日咳 或者氣管的問題敏感 再加上呢 就是有少少的 被利器所傷的情況的 那好在有個龍德星在那裡呢 希望你大步濫過 嗯 好 那我們看看精月到這個年底的運程 會不會是怎樣呢 精月熟雞的朋友呢 就要小心了 這個月份呢 就在處理問題方面呢 就沒有得學眼睡的 如果不是你呢 就會出問題的 那些文件上 或者是你的責任上呢 你要揹握的 這個月份呢 這個月份叫做東濱西跑月 是走到氣喀的 就算不走到氣喀的 你都會去旅行 或者是去搬屋 導致了你呢 或者移民 這個就是有一個好消息 來告訴你移民的 那就是 做事呢 就千萬不要多意見 默默去做就行了 農曆的三月呢 因為你精神爽利的情況下呢 工作開始踏入了愉快的 月份了 開始進入了 那到四月呢 利益 是對你歸你所有 錢財運 都歸你所有 但是只能夠說 吉凶參半 時好時壞 但是都歸你所有 到四月呢 這個月份呢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和三月是差不多的 精神方面呢 就較為辛苦一點的 反而到五月份呢 這個月份呢 就是特別強的一個月份來的 什麼特別強呢 就是有利 找到另外一半的機會 就是在五月份 還有呢 就是雖然你的桃花不重 但是都會找到的機會很高的 但是不穩定 都不穩定 那麼異性朋友對你很強 但是在工作量來講呢 都是很強的一個月份來的 所以五月份呢 是一個不錯的月份 農曆六月呢 就有一個大義的關係呢 從而產生了犯錯 犯錯 不夠分 還有家人產生了異見分歧 就是和家人吵架的機會率呢 就是這個月份了 那一吵架呢 相吵不好口呢 就以婚人事就要小心了 農曆七月呢 叫做官非是非月 就越來越大的 所以五月就沒事 六七月就要小心 到八月呢 這個月份呢 就會有好的轉變的 所以何必要喊呢 所以就不要吵架了 八月呢 是一個發展空間很好的 但是不要太高興 因為這個月份原來考驗你一個 能不能安定 安不安穩 還有你的意志堅不堅定的月份來的 到農曆的九月呢 叫做好事多磨月 就是樣樣都是問你的 講得不好聽 買廁紙也要問問你的 那你真的頭不頭痛呢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 小心處理人際之間的關係 就沒有錯了 這個感情 十月 叫做奔波 走動月 工作 有阻力 但是對你來說 熟雞的這麼硬頸的你來說 是應該影響不大的 十一月 留意健康 多做一點點運動 那對你來說呢 熟雞的氣管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農曆的十二月 終於好事來了 什麼事都去了 那些壞事 終於好運 財運 健康 得益 開開心心 營熱身的一年 嗯 年底 看來已經到達了這個頂峰 頂峰 是一個非常好的年份 月份 一個非常好的月份 嗯 多謝師傅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熟雞朋友 今年的運程 好 下一集我們會講熟狗 熟豬和老鼠的朋友的這個生潮 好 下一集見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